欢迎你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 谭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好我们今天依旧要带大家先走入的是乌俄战争的现场 今天跟我对谈的是国际新闻记者黄真盈 真盈好 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乌俄战争要讨论什么呢 自然是最新的一个进度发展 也出乎大家意料 原本以为打打杀杀就已经够呛了 就现在是水坝被炸出一个大破口 然后造成下游的淹水情况啊 好这个是新卡霍夫卡水坝 其实它的体积是180亿立方公尺 非常的大 它是世界上容量最大的水坝之一 好但现在因为已经有一个大破口 而且这个破口还不小 它是往这个黑海这边来流动 但是却造成了下游附近的居民 非常的惨 多个村庄都是淹水了 这完全不是天灾 这是人祸造成 大家这样迁徙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住 战争就够惨了 还来这一招 好那当然这个洪水冲走了很多的地雷 因为原本在这个河岸周遭是有布雷的 那现在也流向了下游 不知道在哪儿 天哪好可怕 对所以会不会有可能 因为不知道它在哪里 所以我们 误触 就爆炸 这又会是另外一个危机 那甚至饮用水跟灌溉的用水大量减少 现在居民是没有办法喝干净的水 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难 那水汗泥沙的泛滥所以淹没了岛屿跟石地 所以现在动植物的生态也是很有危机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大灾难 这个可能类似也核爆吧 核爆是这个原子污染的问题 这个也是不小 有人这的确用你刚刚的这形容说 这个堪比那个车诺比核电厂的核灾 对啊这个怎么能想象呢 好那新位专家就对这件事情 也在做一些相关评估 他们就说这个造成的损失跟影响 真的是需要数十年才复原 我们知道这个福岛核灾 也是经过了十多年都还没有完全复原 那这个也要十多年 所以真的让大家觉得说 哇出这个手下这个招的人真的很狠 对那现在的话 其实双方都还是在处于指控对方说 你才是炸毁水坝的这个凶手的这一方 但是其实炸毁水坝这一项这个 算是攻略吗 两方其实之前都做过 其实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呢乌克兰这边呢 就有炸毁基辅以北的一个水坝 那在去年9月的时候呢 是俄罗斯他也炸毁另一个水坝 所以说其实都曾经炸过 只是没有这一次这么样的严重 那炸毁水坝这个最直接的影响呢 就是说看能不能是断绝乌军越河进攻的可能 但是同时呢也会影响到这个二战区克里米亚半岛的供水 那就是还有其他的揣测啦 就是说这个水坝会不会不是不是这两个两方所在 会不会是有可能他出现结构性的自毁 这个还不晓得要在调查当中 那也有人说其实在溃提之前当地就有传出爆炸的巨响 那是谁引爆的这个也还不确定 好那我们提到了这个大家很关心说 那核电厂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因为要冷却这个这个核电厂的话 需要用到这个水坝里面的水 他说目前没有受到及时的威胁 那是不用担心的 那另外但是有乌克兰呢 有300万人他们的这个用水啊用电是靠这个水坝 那所以说供电是会有出现危机的 然后加上刚刚提到的灌溉用水 其实也是蛮令人担忧的 对可是西方国家 我看他们都蛮多指控是俄罗斯啊 因为他们说怎么可能乌克兰政府会拿自己的人民开玩笑 是用这样的论点 好但是CNN有做分析哦 他们分析了爆炸的前后卫星照片 他们认为是内部引爆才会有这么大破口 CNN记者在乌克兰赫尔松直击淹水灾情 表示视线索及一百多公尺的距离都成了小河 赫尔松官员证实水位还在微幅上升 如果大水退去还要等上至少五天 由于该区水值不佳 当局也将送来引用水供居民使用 镜头另一边有灾民从一辆造型特殊的重型车脱困 原来这是乌克兰设计的水路两栖救援车 新车款不止承载量更高 当然也能救出小动物 关于炸水坝幕后凶手 目前研判是从水坝内部引爆所致 卫星比对照也能看出短倪 目前光是乌克兰控制的西岸一带 就有至少一千八百栋房屋被淹 乌克兰痛批俄军怕输 无视百姓安危 但俄罗斯也坚称是乌克兰下手 企图断绝南部克里米亚的饮水供应 美新闻综合报道 好 看到这么惨的情况之后 接下来乌俄战争这场仗怎么打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知道在乌东区域的巴赫姆特 也还是基站还有其他的地方 所以西方的军援还是对乌克兰来说蛮重要 那现在又有新的一批军援终于到了 就是德国之前说要军援的鲍二A6战车 陆续抵达了乌克兰 好 我赶快爬树一下资料 到底什么时候德国说要给鲍二的呢 是在今年的1月底左右 当时是说要给一个连大概是14辆左右 但这个明确的数字哦 乌克兰这边还没有确切的公布 我们持续为大家掌握 但是呢 他不只给鲍二的A6战车哦 他还同时交付了威力强大的 DM53A1的穿甲弹 这穿甲弹到底有多厉害呢 来 我们下面带大家来看哦 他其实是这个最大 德国最大的军备制造商 莱茵金属所制造 他们说叫义纹脱壳穿甲弹 这个英文翻到中文 就是感觉很像什么金蝉脱壳 感觉蛮厉害的 确实哦 他的成分有做过调整 可以突破现代爆炸反应的装甲 秒速是1750公尺 那如果你是在2000米之外 他可以穿透750公分的装甲 这是很厉害啦 真的很厉害 所以他们说 这是德军最强大的穿甲弹药之一哦 所以一并这个鲍二给了之后 也一同交给乌克兰 希望他们在反攻 可能可以更有斩获 那大家也好奇说 这个美国的M1战车 之前也说要给嘛 所以后续还要再看看说 什么时候这个军员会到位 对我们刚刚一伦提到的是这个 德国的莱茵金属给了这个穿甲弹嘛 他除了穿甲弹之外 他还有给其他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哦 他给了什么呢 他要载援这个20辆的雕属战车哦 这个雕属战车就是刚刚一伦所提到的这个莱茵金属哦 德国的媒体就说 来这个德国的莱茵金属呢 他已经收到国防部的订单了哦 7月底前呢 要在援助乌克兰20辆的雕属战车 其实之前就有给过啦 就是总共给了40辆已经交付给乌克兰 那现在还要在20辆哦 那这个雕属战车它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二战后西德所研发的 那是在1970年代进入到这个西德的陆军来服役哦 那这个服役的话 其实到他算是在21世纪前 很重要的一个主力的步兵战车 但是他现在其实有点被这个美洲师的步兵战车给取代了 不过这个雕属战车呢 他也算他算是为这个西方的步兵战车 立下了一个基本标准 所以说他的这个攻击力还是有一定的程度的 对那我们刚刚现在讲的都是算这个欧洲的西方国家的武器嘛 那其实因为不同国家制造武器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大部分买的都是美国的武器的话 这叫做美系武器 那刚刚那种就叫做非美系武器哦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5月份的时候 国防部的官员就有证实说 美方将协助台湾来获得北约的Link 22的这个资料链系统的技术 所以就有机会可以整合像是 换上IDF这些非美系的武器 那学者也分析哦 这就会落实了这个美方将台湾视为一个非北约的盟友 国军不分海陆空尽全力阻敌于境外 不过指挥 情资如果不通畅 发扬火力都是空想 Link 22数据链系统技术的这些项目 目前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有确实吗 是的 我们自己的链接没有问题 重点是我们的升级是要跟美国能链接 立院国防外交委员会将官日前公开松口 国军的数据链系统 有望从既有的Link 16全面升级 或许不如实体军备让民众有感 但对于昔日的前线飞行员来说 战场没有他就像蒙眼打仗了 飞行员的程序没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他多了一些功能 所有有配备相关的相关装备的 他只要上了这个Data Link以后 会产生一个共同作战图像 所以你在做这个决策的 或者是你在执行的 你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你的威胁在哪里 你的友军在哪里 作战不是一个人的事 如同军火商官方动画示意 军机军舰或是地面单位 连上练路之后 互相成为战友的眼睛 看得到敌军才打得到敌军 如果你有这个东西 他等于把这个东西 本来盖着一层黑布 他把黑布掀盖 所以他只要我们 只要有人能够真知这个目标 所以大家都可以清楚知道 那你当然你的决策者 要做重大决策的时候 你可以就已经可以先下令说 你stand by了 对不对 然后如果进入你的责任区 就可以设计 公用都是战场上的加密数位通讯 不过两个版本相比较 Link 16从1980年代沿用至今 Link 22则在2015年问世 理想状况下的通讯距离 前者大约300海里 后者则因为技术的突破 上看以前海里 抗干扰的能力提升 体积重量更下降四成 除了效能 更重要的还有相容性 起源于欧洲各国 军工业百花齐放 第一他把通讯速度加快了 而且资料量 传输量变大 另外一个最大优点 就是改进了原先 不吃这种美系系统的 这样一个部分 因为北约国家 它很多国家 都还有各自的国防系统工业 像不论挪野好丹麦 或说是英国 或说是像法国等等 他们都有自己 各自的这个国防工业 那所生产的武器 你必须要在一个 所谓的那个共同的 这样一个 能够具有共同通讯能力的 汇流牌上 不过目前 国军并非所有美系武器 都配有Link 16 更不用说 法国制的康定极舰 幻象2000 还有国造的IDF 电路效能 间接被约束 比如说成功舰 跟拉法艺舰编队 你的资讯不能永远 来自于成功舰 好 万一在实战状况下 你这成功舰被干掉了怎么办 那你就变成自己一个人 盲目在海航作战 所以你更需要 这个战停资讯系统 而Link潜在危机 是中国大陆 也在同一项技术 默默朝着中 这是中共 它其实也在发展 他们国产的 这个军用数据链 而且不断的在进步 措施这个机会 那么在未来五年十年 我们战场管理能力 可能就会落后于解放军 这对于整个 就是台海防卫作战来讲 当然就会 就会比较 就是不利 而台面上没名说的 是变相贴近北约 美国参议员提出 台湾政策法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版本 台湾等同主要 非北约盟友 学者解读台湾如果 如愿取得Link-22技术 意味着法令 实质延伸 Link-22只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因为这个任督二脉打通之后 未来就是美系的 或者是欧系的装备 只要进入运太战场 就可以立刻取得 Real Time 即时的这个战情 就可以立刻接战 从技术面 那再到作战层面的 共同图像 那再到政治层面 这三大资助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说如果万一台海有事的时候 其他国家介入的可能性就更高了 至少至少可以取得这个 最重要的战场的共同图像 只是跨国的军事合作 势必挑动两岸敏感氛围 军事是政治的手段 技术升级 终究始于奖励 TVBS新闻张志明 好接下来跟大家讲这个足坛的最新动态 我们常常在节目上面聊到的 这个阿根廷的足球巨星 梅西 他现在亲口证实了 他下一个要去的东家 是要去美国的这个足球职业联盟 MLS的迈阿密国际队 那迈阿密的国际队的老板是谁呢 贝克汉 对就是我们这个画面中的这个贝克汉 帅哥贝克汉 现在是老辈了 但是他这个变成老板嘛 不踢球后变老板 那他为什么会这个 这个梅西他会决定说 要来这个迈阿密国际队呢 有一说就说 他其实是很喜欢迈阿密这个城市 当然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贝克汉 他是联手了Apple TV跟Adidas 他们端出了4年总价66亿新台币的这个合约 成功网罗到了梅西 去年刚报回大力神杯的梅西 亲口证实 他的足球生涯将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得到延续 两年大巴黎时光告一段落 梅西宣布加入的迈阿密国际队 贝克汉正好是经营团队之一 只是梅西和球队还没完成签约 几天前国际队还想藏消息 副笔式引述西米亚媒体Sport报道 传出贝克汉开给梅西 一张平均年薪5400万美元的四年合约 总价超过66亿新台币 美国球迷狂喜 知道他想在人气比较低 压力也比较小的美国联盟踢球 两个多礼拜后就要36岁的梅西 这次将签下四年约 也代表这位足球传奇 有机会一路踢到40岁 TVBS新闻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